请问大家下午好,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VPT的在公屏给我一个反馈,谢谢。 Hello, hello,大家下午好啊。 好,没有问题,是不是? 想看坤坤,坤坤老师那个电视,不是电视去了,那个电脑那个摄像头,就是它的那个延迟比较大最近, 好像是因为我的CPU太满了,然后我先最近修一修电脑,然后再给大家开吧,因为有些东西就是给那个运营那边反馈嘛, 不是卢博,是直播,咱们都是直播,加内存条,哦行,我研究研究,就是最近这个CPU有点满。 好了,那咱们就开始正式上课咯,今天呢已经是咱们这个第五节复习课了, 就是中间跟哥这上课的频率也是非常的这个奇葩,就是把握不定, 然后这有的时候讲的稍微多一点,有时候就稍微讲的少一点,那老师就是选举他这几节课讲过一些比较重点的单词,得拿来复习一下。 好,那首先啊,我们先来复习复习前几节课哈,我们学过这些单词,看看大家是不是还对这些单词有印象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distort,大家可以在公屏后打一下这个单词所对应的这个汉语的含义。 诶,没错哈,我们说tor这个词根表示的是twist,扭曲,那么第一次可以把它讲成加强,加强,或者四面八方去扭曲,诶,只是歪曲的意思。 那么这个歪曲它多指的是这种抽象的歪曲,比如说distort the cheese,扭曲了事实,distort the voice,扭曲了声音。 好,那么下一单词,segregate,segregate,那么grab这个词根表示的是group,族,对不对? SE呢表示的是away,往不同的族里面去放,放到不同的族里,没错,表示的是隔离哈,有指的是这种种族的隔离。 好,第三个单词mitigate,mitigate,大门系列,说,哎呀,我一踢门,我的心情瞬间得到了缓和平息,outgrade,缓和平息mitigate,我踢门。 好,第四个单词,sleder,sleder,大家看哈,SL开头的它都跟滑动,sleep相关,那么sleder它指的是什么的滑动? 诶,雪橇那个单词叫slay,对不对? 啊,雪橇叫slay,就是滑雪橇哈,slay的,太累了,它指的是动物的那种滑行,诶,没错,蛇,大家刚才吗? 你看那个sler,那感觉是从舌头,从双指之间滑出来的,就是那种动物啊,有一个蛇,它在那个草丛里面滋溜滋溜那种感觉,它叫sleder。 好,那么第五单词,exclaim,exclaim,那么clean呢,表示的是crowd,表示的是这个shout,那么向外去crowd,向外去shout。 诶,没错,它表示的是声称大喊,声称大喊,好,第四个单词叫sineway,又长了四块心腹肌。 诶,没错,它表示的是这个肌肉发达的,肌肉发达的sineway,好,那么第七单词domesticated,那么都说domestic,这单词表示的是国内的,对吧? 表示的是家庭的,那你放到家庭里去养,去驯化,诶,没错,表示的是驯养的,家养的,驯养的,家养的,domesticated。 好,一般的词ordial,这单词比较生僻一些,ordial,说你到底是想要交易呢,还是想要磨难呢? 诶,你给大家看,这单词是不是记得不是很牢固了? 诶,没错,它的同一词叫做tribulation,大家想看了吗? 那么tribulation是不是就是它的词跟它tribute,给上天,给到你幸福快乐, 之前啊,必先给到你的是磨难啊,所以说ordial是磨难这单词,同一换词,当然还有我们说那个trial的单词,对吧? trial其实有审判的意思,但是ordial呢,它就是磨难,痛苦的经历的意思,appership。 好,如果这单词大家记得不是很清楚的话,一定要给它再抄到笔记本上,回去之后再看一点。 OK,好,第九个单词closal,一起损失巨大,诶,没错,巨大的惊人的,一起损失巨大。 好,最后一单词domain,同一换词territory,没错,叫做领域领土,领域领土domain, 那我们说你看dom,还是表示家,国家它就是我们固有的领土范围。 好,没问题啊,这组搞定,咱们再来一组,上年课选过的这样一组,来首先第一单词paternal, paternal,那我们说pater这个前面的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是father,对不对? 那么加了al之后,变成一个形容器,paternal什么意思? 诶,没错,父亲这边的,父亲的,比如说你的姑姑就可以叫做paternal aunt,对吧? 你的这个爷爷就可以叫做paternal grandpa,嗯,好,第二单词tangible, 那么词根是tang,tang,你怎么样呢,会觉得tang呢? 你首先得touch,去触摸,对不对? 好了,就是可以摸起来的,可以被摸的叫做,可触摸的,有形的, 诶,没错,我们说tangible property,就是有形的资产, 比如说车啊,房啊,这种看来见的摸得着的,它叫做有形资产。 好,第三个单词,canspire,canspire,那么说spir啊, 这个词根它表示的是breath,呼吸,那么一起呼吸, 串通一气,横泻一气,这单词表示的是,诶,没错,密谋,对不对? 诶,就是同命运供呼吸,叫做密谋,勾搭,串通一气,很好, 那么下面还是啊,由这个呼吸这原词构成的单词叫xpire, xpire,那么说一个人要是直往外去喘气,不往里呼气了, 这个人就怎么样了呢,是不是勾待了,诶,没错,死亡, 那么如果说对于人是死亡,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文件呢, 一些写业,它就是,诶,失效了,我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比如说一些东西的保质器,后面会印一个exp这样的一个大写的缩写, 也还会有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上面, 它会有一个截止日期,或者护照上都会用的这个单词, xpire,xpire,好,第五单词, simulate, simulate, 看好了,这个是幼儿园同学,是不是,他不是stimulate, 我们说sting,sting那个,就是ding那个,你看,好刺激啊, 那个叫做刺激,对不对,那我们就simulate,你看这单词词根是不是same, 让它变得相同,所以说它表示的是模仿的意思,模拟的意思, 想想了吗,sting,sting,盯你一下觉得很刺激, 而simulate,它指的是same,让它变得区域相同, 所以是表示模仿,同一单词比如说有emitted, 有我们的mimic,对不对,还有这个parrot, 都是它的一个同一题换词,对,好,第六单词, pamper,pamper,我们说把你放到palm,手掌直上, 对你进行无微不至的,哎,溺爱,宠爱,对不对, 同一题换词dote,非常好,帮保释给到你的最贴心的这样一个溺爱, 好,第七单词outmoded,outmoded,说模特儿都不穿的, 这东西一定是过时的,非常好,obsolete, obsessioned,ok,outmoded,antiquated,都是它的同一番词, 好,第八单词discard,discard,说对手要不起,不要了, discard,这张牌我不要了,没错,它表示的是abandon和丢弃舍弃的意思, 很好,第九单词sting me,sting me,说stand in front of me, 在我之前站着,哎,阻挡我,阻碍我,阻碍我,是不是, 哎,没错,sting me,好,最后一单词,fumble, fumble,翻包,翻来翻去,看我包里的车钥匙放哪了, fumble指的是摸索搜寻,摸索搜寻,好,没问题, 这是前几个课我们学到一些单词,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了, 那么刚才检验的时候确实发现有些同学有的激活的, 拼写也会发生一些小错误的,那么这些部分呢, 就希望你可以三十先做个标记,然后下课之后再回去好好看一下, 刚才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会有些遗忘的单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今天我们要复习的这组单词,首先呢, 先跟老师来一组单词跟图片的连连看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组单词,那么我们一个来连, 第一个单词,elude,那么这单词连的应该是一二三四哪张图片, 一路躲,一路躲啊,它表示的是avoid,躲避的意思, 对不对,所以说连的应该是二号,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对,好,二号B,brutal,brutal, 自从十八岁成年以后啊,就发现人生怎么样呢, 再也没有简单而言啊,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没有简单容易二字啊, 所以表示残酷的残忍的brutal, 好,第二,第三个单词,abduct, abduct,往旁边去引导你,往旁边去引导你, 哎,没错,这会连的是一号,打打打结是不是, 哎,没错,不是一比较残酷吗,一也挺残酷的是不是, 突然好好的,人家只是开个车,就有人来打结我, 好,右拐,没错,右拐,好,第四个单词,duplicate, duplicate, 哎,没错,它表示的是我们所说的复制,复制,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当然了,同学们,这些图片啊, 你可能有一千种,一千汉姆天特啊, 就是会有一千种解释, 每个人当时心中的想法都不要, 那没有关系,咱们重点是要复习一下这些单词的意思,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elude, 助记方式就是, 一路躲, 大家在想吗,说一路躲, 一路躲,你可别追上我啊, 你不用找到我啊,逃避, 大家就可以记下来英文的同一听话, 就是我们的avoid, 就是这个简单的小词, avoid,逃避,躲避, OK,那么这单词, 其实如果说它常考吗, 它常考, 当然常考的是它的形式形式, 叫做elusive, 这单词是留学考试以及考验考试, 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考验词啊, 你一定会见到它, elusive, 你看如果说一个人一路躲你, 你就觉得这个人飘忽不定的, 特别的难以捉摸, 对不对, 大家是打出同一听话, advert, 非常好, 那么所以说啊, 你追不到他, 你抓不到他, 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难以捉摸, 漂不不定, 没错, 晦涩难懂, 非常好啊, 你看我们家会说elusive meaning, 这个意思呢, 让我难以去捉摸晦涩难懂,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it is hard to perceive, 都可以论这点词, 好了, 我们再稍微句子说, for me, the poem has an elusive quality, 对我来说啊, 这个诗篇怎么样呢, 它有一个非常晦涩难懂的性质, 这样一个特质, 大家想一想, 那个诗歌, 尤其中国古代诗歌, 真的不是说那种很白话的文章, 一下子能读懂, 对吧, 一路躲一路躲, 就感觉作者在给你捉迷藏, 非常晦涩难懂, 难以捉摸, 这件词一定要记住啊, 非常的常见, 是一个重点的考点词, 好, 那么这个单词词根呢, 叫做lewd,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to play, 玩, 玩, 所以说你看, 这个play的除了玩以外, 是不还有演的意思, 我们说那个戏剧啊, 在舞台上, 我们就可以说playing opera, 演一个这样的一个戏剧, 可以用到这点词, 那么或者是播放键, 也使用到是play这单词, 它也算是英文当中的一个比较万能的动词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单词叫allude, allude, 那么说A同学们还双斜手字母, 老师讲过, 它是一个加强的用法, 对吧, 这个钱主要是加强的用法, 加强去演, 你可以理解成演得很用力, 是不是, 你看这两个人啊, 几眼睛演得非常的用力, 所以说他表示的就是暗示你, 没错啊, queue暗示你, 那么我们找个句子, I didn't allude to anything, 我没有暗示你任何的事情, 是吧, 我说这个话就是, 没有任何的intended meaning, 没有任何的隐含意, 全都是字面上可以理解的, I didn't implicate anything, 我没有暗示隐藏, 隐含任何的其他的含意, OK, 好啊, 演得很用力, 加强去演, 表示的是暗示的意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啊, 联想去记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单词叫colude, 那么这单词你看, 这回怎么演呢, 这回是一起演, 是不是, 群演, 一起来演, 那么它的同一圈子呢, 就是我们上的课说, 这个kenspire, 他们一起呼吸, 是密谋勾结, 那么一起演戏, 它也是密谋勾结, 比如说, 下个课的时候啊, 咱们就是, 跟哥给大家上课, 你们可以一起演, 说啊, 根哥你进去教室了, 这些课是工老师的复习课, 你看一下, 我们演一演, 一起来群演一下, 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 collute with somebody, 跟大家一起去演, 行吗, 大家串通好了啊, 咱们串通一起, conspire, collude, 好啊, 逗逗它, 那么, 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delude, 哄骗它, 玩坏的啊, 我们一起跟它怎么样的, 玩坏的, 这里这个DE呢, 取的是它negative, 消极的含义, 玩坏的就是欺骗它, 哄骗它, 同一天完词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defraught, 跟deceive, 这两个小词应该是属于大家的这个, 四六级词会了, 好, 明天试一试, 没错啊,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collute回到这单词, 它表示密谋勾结的时候, 除了这个conspire一起呼吸一把, 还有这单词, connive, 这单词就跟给大家讲过吗, connive这单词, 没有啊, 给大家讲一下, 这单词它其实是一个, 单词字母的一个倒序的现象, 你看C1表 together, 这个应该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吧, 那么后面这个NIVE, E其实它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wink这单词, 大家什么知道什么叫wink吗, 看不到一些表情, 然后会有那个winkwink, 就是眨眼, 一起跟你眨眼睛, 什么叫挤眼睛, 挤眉弄眼, 就我们这样说的, 对对对,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懂, 这里的V, 然后呢, 跟这个W是相近辅音的一个变形, 然后I没有变, N也没有变, 然后K呢, 是补充出来这样的辅音, 所以说它就是, 我们说字母的一个倒序现象, 一起眨眼睛, connive, 表示也是密谋传通的意思, 大家可以把这个积累在你的笔记旁边, 也是一个比较高频的, 这样的表示密谋传通的同一替换词的考点, 好, 跟上了吧, 好, 那跟上来之后呢, 咱们就继续往下了, 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ludicrous, 那么这单词你看还是玩, 怎么样了, 玩大了, 这件事咱们感觉, 哎呀, 玩得太大了, 是吧, 太荒唐, 太可笑了, 所以说它的同一替换词呢, 就是我们的ridiculars, 老人建议这单词就是最好是把它的这个, 英英是一方一起去系, 因为两个单词的拼写呢, 发音都有点像, 因为它都有这个D, 还有这个OUS这样一个, 自然拼读的组合, ludicrous, ridiculars, 荒唐的可笑的, 这件事怎么样了, 哎呀, 玩大了, 让别人笑了, 是不是太荒唐了, 嗯, 好, 那么接下来三个单词呢, 就是有这个lude, 演奏的意思啊, 你看这个位不是玩的, 是play曲的演奏的意思啊, 取的是它的这个名词啊, 都是名词的意思, 这三个单词, 那么首先prelude, 注意翻译啊, prelude, 终于在定解, 它你看pre啊, 这个前缀, 它表示是before, 在什么时候之前, 在之前演的就是我们的前奏, 是吧, 什么事情的前奏, conceit, is the prelude to a fall, 你看, 骄傲自大自满, 它就是失败的前奏, 是不是有同学, 比如说考好了, 沾沾自喜了, 然后呢, 洋洋得意了, 然后接下来考试的时候, 就落花流水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保持一个, 比较谦虚的心理, 对, 谦虚就是成功的前奏, 而你的骄傲自大呢, 就是失败的前奏, relude to something, 大家记得, 前缀, sorry, 这个this呢, 搭配的是小字to, 这个记起来哈, 这个可能会在, 玩一天空的时候, 会是个考点, 嗯, 在中间演的就是我们的插曲, 叫, 叫句子说, this carefree internet reacted upon the young people like wine, 同学们的老人, 发现一下什么叫carefree, carefree, 没错, 无忧无虑的, happy go lucky, 无忧无虑的, 你看那个free是免除的意思, 就是没有任何忧虑的, 没有任何忧虑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整个形容的起, 无忧无虑的这个, 插曲呢, 在年轻人当中, 就像是红酒一样, 就是非常陶醉的感觉, 嗯, 好, 这是插曲, 然后最后呢, 这个pale's the lead, pale's the lead, 表示尾声的意思, 你看pale's the lead, 在什么时候之后, 然后呢, 这里这个lead呢, 表示的就是, 演奏哈, 在之后去演奏的, 就是尾声, 在之后演奏就是尾声, 来, 大家告诉一下, 听听同学是多少页, 那么, 说到这儿呢, 给大家去讲一讲, 就是, 呃, 如果大家有机会, 要是以后能去到这个, 音乐的之乡哈, 就是我们的奥利利维也纳的话, 大家有特别特别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那个金色大厅, 去听一下那个, 比如说钢琴演奏啊, 或者是, 呃, 一些和, 就是合奏啊, 呃, 那种演奏啊, 特别的震撼, 就是你可以完全的身体起镜, 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前奏啊, 它的插曲啊, 它的尾声啊, 是一种非常辉煌的感觉, 当时我记着我去的时候啊, 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钢琴家啊, 但是咱也不认识, 然后呢, 就买了一张还挺靠前的票, 去听了一下啊, 觉得虽然说不是很在行吧, 咱也不是学钢琴的啊, 但是那个,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能感觉到, 它整个乐章是分了非常清楚的那种弦奏, 然后呢, 中间的部分, 高潮的部分, 跟尾声的部分啊, 虽然说咱不是行家, 但是也能听了八九不离十, 对, 交响乐, 非常震撼的, 对, 好, 那接下来, 卡顿了, 再刷新一下和重启一下,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单子叫Brutal, Brutal说不如偷, 同学们,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说法, 算了不说了, 感觉有点这个, 说来就是不能维护绿色课堂了, 就是说那个, 就是自己的东西都不是偷来的好, 对不对, 感觉生活是如此残酷, 说一下, 好, 不说了不说了, 你看让我说一下的估计都是男同学, 好了, 那么, 好了, 这单词啊, 表示的是这个残忍的凶残的, 不如偷,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总没有觉得就是惦记人家的, 是不是, 就感觉还是偷来的好, 生活就是这么的残忍残酷, 那么同一词是什么呢, 同一词, 同一词哈, 它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relentless, relentless, 这个好哈, 家花没有野花相对, 我们要时刻警惕这个路边的野花, 那么这个relentless啊, 它就是表示同一词啊, 都是无情的残忍乐, 那么这家字你看, again哈, re比较一个在一起, land人借钱哈, less是比较一个否定的后追, 就是再也不借你钱了, 同学们, 就是再也不借你钱了, 你想想这件事情, 有情有劲了, 真的再也不能跟他交朋友哈, 这借钱太费劲了, 再也不借我了, 太无情了哈, 过去无情啊, 残忍乐, relentless, 对,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个残忍的敌人哈, 无情的敌人叫做relentless enemy啊, relentless enemy, 有的时候哈, 你爸妈跟你是不是就是一个敌对的状态, 对不对, 尤其是他们, 你跟他们要钱的时候啊, relentless enemy, 他们再也不借你钱了, 太无情了这个家长哈, 那么下一单下叫做ferocious, ferocious表示的是残忍乐, 那么这单下就会通过fears去记, 凶残乐, ferocious animals, 凶残的动物, 比如说lions, tigers, 就是非常自然界当中的种, 食物链的顶端, 那么这单词ferocious, 我们造个句子, 造个这样的短语就是a ferocious animal, 它其实跟ferocious的用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凶残的凶猛的残忍乐, 好, 那么这两单词都还比较好记啊, 来看下一单词叫做bastil, bastil, bastil, 它表示的是这个牲畜一般的残忍乐, 那么这单词呢, 它来自于beast, 我们说有个电影叫做beauty and beast, beauty and beast叫做美女野兽, 对吧, 那么这里这个beast呢就是野兽, 像野兽一般怎么样呢, 非常的畜生, 那我们今儿就是跟同学之间开玩笑说, 你这个牲口是不是像畜生一般的beast, bastil, beast, bastil, 你不要通过bast的语气, 最好的不要这样去记, 通过野兽这一单词语气才忍得, 对, 艾玛沃森演的那个还挺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再下一个单词叫atrocious, atrocious,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行李讲, 饿抽死我了, 是不是啊, atrocious, 饿抽死我, 大家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吗, 是不是, 他妈妈经常删的, 是不是感觉妈妈非常的残暴哦, 非常的饿毒的寂寞吧, atrocious, 饿抽死我了, 对, 大家可以通过想想的这个图片联想机一下, 那么, 对, 所以下一个单词呢叫做, 妈妈再打你一次, 这是今年双十一的愿望吗, 好, 下一个单词哦, Belonious, Belonious, 这一单词呢, 他听啊, 罚了你, 罚了你, 你看又罚你了, 妈妈又罚你去上公园, 写作业不去公园系列, 什么鬼啊, 你看妈妈又罚你了, 是不是, 又抽你了, 非常的残恶, 非常的恶毒, 那么这单词, 它的这个词跟的felon, 它指的是重罪, 你想一想, 过重罪的人, 什么杀人罪啊, 什么, 什么强奸罪啊, 是不是啊, 他必定是一个凶狠至极的人, 残忍的人, Belonious, 罚了你, 罚了你, Felon中罪, 一下子两个单词一起记一下, OK, 罚了你, 罚了你, 好, 这没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做, abduct, abduct, 它表示的是劫持又拐的意思, 劫持又拐, 大家看都说话, 那么这单词, 它重点要记得词根是duct, 它表示的是lead, 最简单的小词, 大家应该知道是conduct, 是不是, 这单词啥意思, 来考察一下简单单词, 别学了好多好多男的单词, 然后最简单单词, 翻译的时候不知道咋翻译了, conduct, 没错, 我们说那个交响乐团的那个指挥, 叫做conductor, 对不对, 指挥知道, 你看是不是引导所有人, lead together, 引导所有人, 它就是指挥, 引导, 没错, conduct, 好了, 那么现在知道这单词, 它有这个lead, 引导的意思来, 引导的意思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ab表示的是away, 往边去引导, 所以你想着想, 假设你放学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辆大黑面包车, 然后里面有头戴丝袜的人, 然后把你抓进车里, 是不是那一刹那你就知道, 你被劫持了, 你被诱管了, 把你往边去引, 不能再走这个光明正大的道路了, 把你给拐到这个面包车里了, ad, 对, ad是比较加强, ab比较away, 这两个一定要看清楚啊, 然后那种当时的心理活动一定是, 我就说嘛, 我一定是个富二代, 小的时候大家就有没有做过那种梦, 然后走着走路, 然后突然有人把你结识了, 说带你见你的亲生父母, 是不是啊, 然后就说, 哎呀, 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富二代, 我们来看这单词叫做, abduct women and children, abduct women and children, 绑架妇女儿童, 这就是重罪, 知道吗, 这就是felon, 重罪, 然后呢, 你就是一个felonious的人, 看来大家都是有同意啊, 那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哈, 接下来这单词, 还是由这个dub的词根构成的, 叫做voyaduct, 啊, voyaduct, 那么这单词, 大家来看, 这单词是不是也说, via还记得吗, trivial那一单词, 三叉路口谈论的, 都是不重要的所谓的小事, 有印象吗, trivial, 那么这里这个via呢, 这词根A, 它表示就是way的意思, 你看是不是就是, 引导你的路, 引导你走的路, 它就是我们的高架桥啊, 对吧, 这高架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疏通交通这样的一个, 非常堵塞拥堵的现象, 叫做voyaduct, 那么这是高架桥, 那么我们说那种天桥, 天膜的那个地方啊, 那个天桥, 立交桥怎么去说呢, 叫做overpass, overpass, 你看是不是在上方让你通过的这样的一个, 交通的要道啊, 就是我们的天桥, 能理解吗, 这个是高架桥, voyaduct, 这个是立交桥, 天膜的那个天桥, 好, 那么再往下这一单词呢, 叫做ductile啊, 或者叫ductile都行啊, 一个是英式, 一个是美式, ductile, 那么这单词表示呢, 你看, 老实说过, ile结尾的, 它都表示是tent to, 叫做有什么什么样的趋势, 就是你有这种可以去引导的趋势, 你想一想, 它是不是表示的是, 一引导的, 有韧性的, 一延展的, 就这东西很容易就碾成任何的形状, 去引导成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形状跟方向, 对, 异导傻傻傻, 那么来造句子, 你看说, Steel in this class is tough, ductile, and easily machined, 说这个等阶的钢呢, 它不一般啊, 它非常的坚韧, 还业延展, 还业加工, 看到了吗, 是吧, 这个class你不能说, 在这个年级的钢, 你要把它翻译成, 在这个阶级, 这个层次的钢, 这个等级的钢, 它非常的坚韧, 容易延展, 并且异于加工, 好, 这组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啊, 还是由这个, ductduce, 这单词构成了其他单词, 那么首先啊, 来看, 这个单词叫deduce, deduce, 这单词你看怎么去引导呢, 是不是往下去推理, 这就是数学老师, 或者理科老师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你看理科老师是不是这样去讲课了, 同学们, 给到大家一个公式, 然后告诉你这个公式呢, 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演绎的过程, 或者是给到你一个公式, 然后告诉你套到不同的题里面, 它都是OK的, 这就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比如说, 福尔摩斯, to deduce or not is a question, 福尔摩斯说, 到底推不推理呢, 它是一个千古的难题, 当然也可以表示问题的演绎, 一个东西往下去推, 可以演绎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理科老师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deduce from, 就是从什么什么推论出, 从什么什么推论出, 对的, 而是说这又是一条送福尔铁, 但你不这么觉得,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些学生, 这是每个老师都会说的口流产乱,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造句子说, Can we deduce from your silence that you do not approve, 你看, 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俩是一对反应词, 一个是演绎, 一个是归纳, 你看文科老师就喜欢归纳了, 怎么就归纳呢, 你看啊, 就是我先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例子, 它们都有一些相同点, 然后呢, 我让你同学们自己总结, 你得出了一个什么规律, 眼不眼熟, 是不是文科老师特别喜欢干的事情, 比如说英语老师啊, 同学们给你几个句子, 你看一下, 这几个句子能够展现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所以说理科老师喜欢去induce, 往里面去引导你, 让你自己总结是规律, 那么除了往里去引导归纳以外呢, 还有这个引起的意思, 它有引起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造句子说, Nothing could induce me to study, 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让我去学习, 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引导我去学习, 勾引我去学习, 用的是induce,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段词, 还是去引导怎么去有, 你看同学们色色色, 你看汉语评音翻译好色有, 色有就是我用美色啊, 美儿记去诱惑你, 引导你, 所以说它专指的是色有, 对, 专指色有, 好, 那么下一段叫troduce, 你大听这个戳, 什么戳, 戳你戳你, 我们将来说, 哎呀, 同学们可以到微博里去戳我, 所以说这个戳呢, 其实有说话的意思, 对不对, 它不是说单纯去戳你, 那么用言语去戳你, 就是诽谤你, 用言语去戳你, 就是诽谤你, 是不是, 感觉, 哎呀, 我又太戳心了, 太扎心了, 就那种感觉, troduce, 好, 最后一单词要conduce, 这单词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这样的一个同一词, 就是contribute, 导致, contribute, 那么除此之外, 它有有意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 是不是一起引导, 一起引导就是导致, 那么在我句子, wealth does not always conduce to happiness, 财富呢, 不是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 是不是, 有的时候快乐是金钱买不来的, deuce to, conduce to something, 一起导致, 加的借词是to, 相当于我们的contribute to, 两单词用法是一样的, 一起带来, 一起引导导致, 好, 这种单词大家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由这个duct, 或者是这个duce, 这个词根演变成矮的, 往旁边去引导, 右拐, 那么让你去走的这个路, 就是我们的高架桥, 那么duce要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易于延展, 易于引导的, 那么往下去引导, 就是演绎, 对吧, 李克老师喜欢的induce, 往里面呢, 就是让你自己总结规律, 是吧, 还有这个勾引起的意思, 那么se duce就是色色有, se duce戳你, 用言语戳你, 诽谤你, conduce一起导致, 就是引导, 就是导致的意思, 好, 这个单词啊, 就算复习完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同意思有谁呢, 第一个叫做kidnap, kidnap, 表示的是绑架, 那么这单词词源是这样的东西们, 这里这个nap呢, 其实它指的是nap, 它就是很喜欢, 尾部的这个符音, 给它定个个儿, 变成它的相对音的这样的一个, 轴轴符音的一个互换, 你看nap, nap, 那么你看这前面是, 是不是小孩啊, 绑小孩啊, 那么这个其实影视的是, 当时美洲大陆刚刚, 就是发现之后呢, 我们开始大力的, 就是兴建美洲, 对吧, 那么那时候其实美洲, 是非常缺乏劳动力的, 一些印第安人以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使用的劳动力, 那怎么办呢, 这非洲的人啊, 一开始想到的招就是, 从自己国家里偷, 比如说看谁家小孩, 在那边睡着了是吧, 就偷走了, 然后慢慢培养成, 我们所说的白奴, 那你听过黑奴, 但是其实,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 也会存在着白奴, 就是一些, 从欧洲偷来的这样的奴隶, 那随着这个时间发展, 白奴啊, 这个费用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一些, 所以说, 就有了臭名昭著的, 黑奴, 当时我去那个非洲旅行的时候啊, 还看过那个奴隶宝,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那个, 就是讲金三角贸易那个时候的那些, 跟历史相关的书, 你会发现这个黑奴真的太不容易了, 他们能从非洲到美洲能存活下来, 就已经是奇迹了, 好, 那个真的是非人的待遇, 那么对, 维奴十二年, 你说那是你婚后维奴十二年, 还是这个义务教育维奴十二年呢, 好, 那么来看哈, 把小孩子绑走了, 是不是趁他睡着的时候, nap, 给他偷走抢走, 就是诱拐绑架的意思, 诱拐绑架, 是一个电影, 好了, 我无知了, 我回去普及一下这边的科普知识,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单叫做Kidnapper, Kidnapper就是头顶上绑那个, 黑丝二的那种, 就是我们的绑匪, 叫Kidnapper, 双姐P加12, 那么下一单叫做Hostage, 我们说, 对, 这是我浅国了, 好, 那下一单词呢, 就是我的知识黑洞, 这单词来说Host, 同学们是不是讲过, 你绑架, 你绑架主人, 你绑架下黑, 非用有用吗, 正好干, 你干活不太好, 是吧, 就不要了, 就是你绑架, 你绑架这人质啊, 得是主人, 叫做Hostage, Hostage, 好, 没有问题吧, 那接下来哈, 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做Duplicate, 它表示的是我们的复制, 那么同学们, 还有一个复制, 你知道怎么去说吗, 跟它的这个意思, 其实是基本一样的, 也是由这个Plate, 这个词根构成的, 除了Copy以外, 没错,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Replicate, 这个单词它也表示复制, 你看这两单词, 其实表示复制, 都不难理解, 那么这个词跟Plate, Plate, 它都表示Fold折叠的意思, 那么这里有个Duplicate, 就是Double, 双重折叠, 把这东西双重折叠了, 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了, 对吧, 那么再往下, 这里这个Replicate, 是怎么去折叠呢, 是不是再折一次, 也是对折的意思, 还是复制,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两个单词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这个Replicate, 它指的是复制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Process的复制, 而这里这个Duplicate, 比如说克隆人, 我要求的是这个结果, 跟我100%是一样的, 这种复制叫做Duplicate, 这是两单词最大的一个区别, 大家可以区分一下, 一个指的是, 对克隆那种, 叫做Duplicate的结果一模一样, 而我们的Replicate, 指的是复制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样的过程, 好, 那么来造个句子, 你看, Your jacket is Duplicate wine, 你的这个夹个衫就是我的复制品, 就是你买的跟我一样的, 撞衫不可怕, 谁手谁很尴尬, 你的这个夹个衫跟我就是一模一样的, 纯属类同, 叫做Duplicate, 好, 这单词既可以作为名词, 还可以作为形, 还可以作为名词, 它的词性非常的广泛, 这个词性非常的广泛, 好, 下一单叫Implicate, Implicate, 你看怎么去叠, 这回是往里叠吧, 这东西我不拿到明面, 我把它折到里边去, 怎么样呢, 我是暗示, 是不是啊, 表现的是暗示设计, 那么同一段词叫Implied, 这两个单词应该是大家在作语独立写的时候, 经常会在体干当中遇到, 他说, 这样的一个例子, 它暗示了什么呢, Implicate, Implied, 那不管是Plicate还是Ply, 这个词根它都有折叠的意思, 在里面去折叠, 往里去叠, 好, 那反应词就是Explicate, Explicate, 那这回怎么去叠呢, 这回是往外去叠, 对吧, 我把你这个东西怅然若揭, 安排的明明白白, 大家大家都看见,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要解释阐明的非常的清楚, Explicate, 同一段词Explain, Explain, OK, 好, 那么在下这件事叫做Supplicate, 它表现的是恳求的意思, 你看这回怎么叠呢, 是不是向下去叠, 大家想想那个弯腰的动作, Tick a bell, 对不对, 弯腰的动作就是把你自己叠成两半了, 我求求你了, 我抱抱欲望, 跟表现恳求的意思, Supplicate, 好, 那么这单词我来看一下, 哎没写, 那我给大家补充上了, 那么这单词你看, Implicate, 它的这个形容词叫做Implicit, 这大家知道吧, Implicit, 那么同理Explicate, 它的这个形容词叫做Explicit, 一个呢, 表示的是明确的, 一个表示的是隐含的, 一个表示明确的, 一个表示隐含的, 那么说这个隐含意, 就可以叫做Implicit Meanings, 说你这说话能不能直接了当一些, 你说这隐含意我不太懂, 是吧, 那么Explicit, Mainings就是那种, 放到明面上的, 字面上的意思叫做, 但还记得之前老师讲那个字面译吗, 叫做, 没啥错吧, Litter Meanings, Litter Meanings, 没错哈,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字面译, 嗯, 好, 没有问题哈, 大家可以把这两单词补充在旁边, 然后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大家掌握怎么样, 我们来测试一下, 来, 首先第一单词, Achousious, 抽死我了, 他妈妈再打我一次, Achousious, 哎, 残酷的残忍的, 对不对, 哎, 残暴的, 非常好啊, 好, 第二单词, Ellusive, 你怎么躲我, 我抓不着你, 挑不定的, 难以琢磨的, 灰色难解的, 哎, 没错, 灰色难懂, 难以琢磨的, Ellusive, 非常好, 好, 再往下叫做Ductile, Ductile, 说有Lead的趋势, 您可以让我去引导啊, 有这样的趋势, 哎, 没错, 易于延展, 易于引导的, 好, 再下面, Colute, 一起演, 一起啊, 群演, 一起演个戏, 叫做, 哎, 串通密谋, 串通密谋, Great, Kennive, 对吧, Conspire, 他同意替换, 第五单词, Kidnap, Kidnap, 说绑小孩, 把这小孩怎么样的, 睡着的时候给他绑到美国, 绑到美洲大陆去做奴隶去, 哎, 表示的是绑架啊, 绑架, Kidnapper, 绑匪, 好, 再往下, Abduct, Abduct, 说往旁边去引导, 是吧, 下, 放学, 下课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面包车停在了巴尼, 往旁边引导到车里面去了, 什么时候带着黑丝腕的, 叫做, 哎, 没错, 表示是诱拐绑架, 诱拐绑架, 好, 第七个单词, Seduce, 色优, 色, 用色情去引导你, 就是我们的色诱, 非常好啊, 这单词说很简单, 第八单词, Duplicate, Double fold, Double fold, 双重折叠, 就可以怎么样了, 复制啊, 多指的是结果的复制, 好, 对, 一模一样的, 好, 第九单词, Relentless, 再也不见你钱, 我再也不见你钱了, 哎, 没错, 表示的是无情的, 无情的, 好, 第十单词, Delude, 玩坏的, 你居然跟我玩坏的, 是不是, 欺骗我, 没错, 欺骗红片, 叫做Delude, 好, 大家掌握了吗, 这个单词, 好, 非常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一组, 找相同的游戏, 找出语, 所有的单词, 意思相同的一项, 给出这单词叫, A, A, B,C, 这个选项, A, Attribute, B, Hue, C, Metal, D, Ramage, 好, 没有问题啊, 你看, 都是以这个A, 作为前缀, 表加强出现的, 那么他们表示的是, 归音于, Great, 非常好, 大家记得非常好, 这两单词都表示是归音于, 那好了, 咱们来着重看一下这组单词, 首先, 第一单词叫, Escribe, Escribe, 表示归音于, 那么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大家重点要记这单词的词根, 非常重要的, 由这个词根我们会学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单词, Escribe, Escribe, 这单词表示是to write, 那你看老师说了, A放到之前, 它有加强的这样一个含义的用法, 对吧, 所以说加强的写,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无敌记手, 把所有的仇恨我都记得到的小本文上, 加强的写,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归音于, 比如说女朋友跟男朋友吵架了, 是吧, 然后女朋友就觉得, 所有的过错, 全都是因为我的男朋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归音于他, 使劲写, 用力写, 把仇恨全都记在你的小本文上, 是非常的真实啊, 所以说这单词表示的是归音于, 那么同一替换有谁呢, 同一替换呢, 就是咱们刚刚给大家去出题的这个单词, 叫做attribute, attribute, 还记得这个词根吧, 之前老师讲过, tribute, 表示的是to give, 给的意思, 对吗, 你看啊, 就是我们怎么样加强给啊, 我们加强给, 就是全都给你啊, 功劳全都归你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attribute to, attribute to, 造句子, I attribute our success to him, 我把我们的成功全都归于他, I ascribe our success to him, 我把我们的这个功劳全都归于他, 这两单词基本上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后面搭配的介绍呢, 全都是小词to, 大家可以同用啊, 这两单词可以同用, ascribe to, attribute to, ok, 好, 那么我接下来说一下哈, 说一下这个单词, 如果说老师把他的重音, 把他的重音, 放到这个低音节上, attribute, attribute, 那么这单词他的意思跟词性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想我了, 哥小同学是吗, 那个老师说了, 最近那个, 就是那个视频, 他有点跟我的嘴不同步啊, 跟我的表情不同步, 怪怪的, 然后那边运, 就是运媒那边已经反馈给我了, 让我修好了再开, 要不然总有人投诉我, 这是俄语, 这不是俄语, 哪个是俄语啊, 没有俄语啊, 都是英语, 好, 这单词attribute, 它把中音方的低音节, 我们就要说名前动后, 这个归给大家知道吗, 比如你看这单词给大家取的最前的小词哈, 叫做record, 我读的是美式翻译哈, 当我读到低音节record, 它表示是名词的记录, 而我读上record, 中音在第二节的时候, 它就是动词的记录, 所以说你要尤其听听力的时候, 你这要重点去区分, 那你看他这一单词, 它的差别就很大呀, 如果我要读上attribute, 动词归音, 如果要读上attribute, 那么中音在第一节, 它就完全不搭边了, 特征特性的意思, OK, 那你看我们这句子, politeness is an attribute of a gentleman, 很明显这里不能说翻译归功于吧, 对不对, 他说的是礼貌, 是绅士的一个特征特性, 礼貌是绅士的特征特性, 没错, 这单词同一听话词有谁呢, 比如说我们的property, 它除了表示财产地产以外, 人家有矿呢, do I have property, 除了表示财产地产以外呢, 还有特征特性的意思, 高频考点词, feature, characteristic, 这都不用说了, trade, 高频考点, 表示特征特性的同一听话, 不知道, 我们一定要进一下, 这几个单词都是非常, 非常非常有用的考点, 好, 那么这一单词词根哈, 词根tribute, 我说过了, 表示给的意思, 那你看一下同学们, 其实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来自于我们说部落的一单词叫tribe, 以前的罗马帝国最早最早是由三个城邦组建而成的, 三你看是不是, 它影响的就是tri这一单词, 这样一个前缀, 对吧, 表示三的前缀, 那么tribe就是由三个城邦, 就是三个部落, 三个部落大家可以这样去记, 那么你看部落之间, 如果说想长期的, 和平的生活下去, 是不是就是要给, 比他们更强的这个部落去上供啊, 所以说tribute这词根啊, 这单词, 词根是tugabe, 那么作为单词来讲, 就是贡品致敬的意思, 贡品致敬, 好了, 那么再过句子说, arose and stood inside tribute, 所有人怎么样呢, 站立起来了哈, 然后呢, 默默的去致敬, 默默去致敬, 这单词其实贡品考察的意思不是特别多, 它隐身的这个致敬的意思是它的考虑, 这单词啊, 隐身的致敬, 你看上供是不是就表达我们的敬意啊, 致敬给人此是它的一个重点的考法, 好, 那么形成现在的tributory, 你看上供的国家, 它就是我们的附属国,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高丽, 对吧, 现在的韩国, 它就是我们大清的, 还有大明的附属国, 那么除了附属国以外, 还有支流的意思, 你想想是不是就是, 所有的支流对于这个主流来说, 它其实都是这个附属的产品, 它都是用自己给这个主干道去上供的感觉, 是吧, 最后还有支流的意思, 那么可以找个句子, this tributary feeds into the biggest river in China, 这个支流呢, 它就汇入到了中国最大的最长一条河流当中, OK, 叫做tributory, 表示的是附属国支流两个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哈, 下一根是叫做retribution, 我特别喜欢这单词, retribution, 苍天饶过谁啊, 你看还是给, 咋给呢, 重新给到你啊,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对吧, 你总会干了坏事, 就会得到这种retribution, 上天重新给到你的东西, 我们简称报应, 早句子说, evil actions will bring retribution, 那种恶毒的行为, 总会得到报应, 所以说同学们, 你不要说担心啊, 我在生活当中受到欺负, 啊, 我很来气, 你不要担心, 你就想, 上天总会收拾他的, 是不是啊, 啊, 你总会, 那个人总会遭到报应的, 还有就是, 你现在不努力学习, 你也会遭到报应的, 你吃不了学习的苦, 朱定央将来要吃生活的苦, 那么生活的苦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苦度呢, 基本上是学习苦的, 一百倍不值, 让你们自己点亮点亮, 到底应不应该去尝试一下这种retribution, 对, 是不是啊, 现在加油吧, 老师也不是吓唬你, 就是威胁你, 恐吓你, 好, 那我老师一定好好吃饭了以后,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做subscribe, subscribe, 这单词表示的是捐赠, 签署, 订阅, 订购, 意思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么这单词, 看怎么去写呢, 是在下面去写, 那么给你一个文件, 你在下面写的是啥呢, 是必得签个名吧, 对不对, 所以说首先它有这个签署的意思, 那签署什么呢, 签署捐赠一个器官的协议, 现在是大家看的生死, 看的比较淡是吧, 就像我去年的时候, 我就在微信上签了一个什么中华器官捐赠协会, 我就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死了之后呢, 把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 也算是这个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签署一个捐赠器官的协议, 能理解哈, 那么除此之外, 哎, 之宝也有,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有这个订购的意思, 你说过这事吗? 我给咱们说过这事吗? 说过了是吧? 啊, 对, 没错, 对, 想想了, 当时还没有这个, 没大家放图, 说过几次了, 对, 因为我在不同的班级都会给大家说, 这事一定得就是操练起来, 执行起来, 你看, 我们在微信上, 如果你已经调英文版本了, 打开你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那么公众号其实就是订阅号, 为什么呢? 你订阅了这个栏目, 你订阅了这个channel, 比如说, 有道考人四六级, 对吧, 它其实就是个channel, 一个频道, 它就说你的订阅号, 那么这单词你看, 它就取的是subscribe, 订阅这个意思, 订阅这个意思, 名词是subscription, 好, 对, 那么接下来, 还有就是老师先给大家去看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单词, 是吧, 你看比如说, 嗯, 这个扫一扫, 那小二维码, 大家知道二维码怎么说吗? 二维码叫QR Code, QR Code, 你的朋友圈也不叫Friend Circle, 人家叫Moment, 美妙的时刻, 美妙的时刻, 再比如说, 你看手机请大家调成这个飞行模式, 是吧, 上了飞机之后, 先把手机调英文版本, 就飞行模式叫做Airplane Mode, Airplane Mode, 你看是不是学到了, 还有这个cellular这单词, 你看看起来挺生气, 但是它却是一个留学考试的中间词, 表示是蜂窝状的, 蜂窝网络就是cellular network, cellular network, 都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学到了一些新单词嘛, 还有, 大家知道水电煤气怎么说吗, 水电煤气, 你有助于你不玩手机, 没错, 你会瞬间发现手机它已经不属于你了, 在这儿呢同学们, utilities, 没错, 这单词就是你教水电煤气那个公共设施的钱, 在这儿, 没错, 再比如说你看, in voice, voice声音, in表加强, 加强去你发声的, 是吧, 老师我那个, 我来北京来看你了, 坐火车我不来的, 来家火车票能不能帮我报了呀, 我怎么知道你是来看我, 还看根哥哥的呢, 是不是, 你拿出证据来呀, 所以说in voice加强去你发声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样, 哎, 没错, 发票, 那加强之后就是我们的电子发票, 没错啊, 就是电子发票, 嗯, 那么以此类推, 你看他在说一个最后一个top up, 指的是充值, 指的是充值, 你看是不是, 我们不说charge, 我们说的是top up, 就之前啊, 特别搞笑, 就是我听那个, 就是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嘛, 然后就会给那个巴达通, 就我们的地铁卡去充钱, 然后呢就有学生说charge, 我当时就觉得就他在说一些书面才会用到的单子啊, 其实我们经常说top up, 就把这个钱怎么样的给他充上去啊, 就是充值, 对,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啊, 给大家就是展现了这样的几个, 其实你能在手机里面学到很多很多单子, 对吧, 像之后老是为大家去看什么美图秀秀里面啊, 真的是好多好多单子你都会遇见, 好, 那接下来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下面, 下面这一单叫inscribe, 这回怎么写呢, 在里边去写, 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认识这个女性的吗, 文学作家, 文学作家, 我们当时在港大上学的时候, 学校经常会写, 会请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人啊, 我们需要做演讲啊, 或者这个做一些讲座, 叫做大学问, 习慕容不是, 啊, 颜格林说对了, 对了对了, 大演说真好啊, 这这么小, 这么不清晰, 这是我自己的牌子啊, 就是颜格林, 当时呢, 他就来我们学校做演讲, 对那场演讲, 真的是记忆中心啊, 真的觉得作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 你看他是不是在这个书里面就给我写啊, 就是提写的影响, 叫inscribe, 对, 像比如说那个时候, 还有谁来我们学校演讲呢, 方大同, 陈一迅, 陈一迅还是非常大方的, 就书唱就唱了, 就基本上讲半节课, 唱半节课, 就是免费的这种演唱会的感觉, 对方大同, 方大同还在歌在舞的, 那我们来造个句子, she inscribed her name in the book, 她在这本书当中啊, 提写了她的名字, 她在这本书当中提写了她的名字, 在里面去写提写, 下一单词, proscribe, proscribe, 那这回怎么写呢, 我们说pro在之前写一个大圆盘, 禁止你做某件事情, no smoking, no photos, 对不对, 在前面设置了一个oo和大圆盘, 大圆盘就是写的告诉你, 不能做某件事情, 表示的是禁止, proscribe, prohibit, 对, 没错, 好, 那么下一单词, transcribe, 这回怎么写呢, 从A这个地方写到B上面去, 大家想一想就是, 那种假期马上就要开学了, 咱们是不是就会集中起来, 然后呢, transcribe each other, 互相腾写, 是吧, 从A作为本上抄到B的作为本上, 这就是一个腾写抄写的过程, 叫做transcribe, 好, 再往下, 下一单叫做circumscribe, circumscribe, 你看这回怎么写呢, 画一个圈圈, circum, 影视的是circle这单词, 画一个圈圈, 大家想想那个修记的时候, 是不是, 唐僧经常会被这个孙悟空, 猪八戒, 还有沙僧要求, 呆在我们的这个乾坤圈里面, 师傅不许出去, 为什么呢, 我们要一起限制唐僧的自由, 保护他, 叫做circumscribe, circumscribe, 不是诅咒的意思, 就是画个圈圈, 让唐僧待到里面, 限定他的一个活动范围, 好,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我们说scribe这单词, 这次根构成了一系列单词, 那么, 对, 接下来这单词叫做hue, hue指的是彩色, 色彩色度的音响, 你看这单词, 你听他的这个拼音的反应是湖啊, 湖光山色, 那你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这种色彩调度啊, 色彩这种颜色的斑斓, OK, 所以说hue这单词就是, 我们说跟color相关, 跟color相关, 那我们造句子, 大家可以打一个成语啊, 说, the water and sky are of one hill, the water and sky are of one hill, 哎呀, 没错,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怎么这么有文化呢, 咱们同学, 啊, 怎么这么有文化, 有这个文学的色彩, 哎呀, 没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天一色, 海天一色,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这个ue结果来知道, 这个单词行进词懂哪些, 首先第一是sue, 大家想在之前, 有一个起诉空号的语言词, 还能想不想吗,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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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翻译是不是, sue, sue, 起诉, 之前老师, 哎, 没错, indict, 这才有印象吗, 是不是把你说进监狱, 我们说dig的词根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说的音词, in, in prison里面, 把你说到监狱里面, 怎么样的起诉, 你空号, 你同一段词就是什么的sue, 好, 特别好, 那么下一单词叫cue, cue表现的是暗示, 之前已经说, 哎, 怎么又cue到我呢, 是不是啊, 那个cue就是暗示, 就是你躺枪了, 暗示你, 那么这单词其实是它的这个cue呢, 它映出的是cue这个字母, 那么大家不知道, 如果咱们要是学二外法语, 你也知道这个gong这个单词, 在法语当中, 在拉里语当中, 它表现是问的意思, 那么以前呢, 就是在古代演那个话剧啊, 歌剧的时候, 如果到你说话的时候, 它会写一个gong, 就是当神人说话, 就暗示你这地方, 你要借台词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cue字母呢, 它变成了一个单词, 对吧, 它指就是暗示的意思, implicate, implicate, 好, 那么再下一单词呢, 就是ru, 大听翻译, 如果, 如果,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给这个爱情一个界限, 一个期限, 那就是一万年, 为啥呢, 因为我们的至尊棒后悔, 没跟子家签子在一起, 是不是啊, 如果,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后悔, ru, 好, 这单词大家跟上了吗,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啊, 那下一单词呢, 叫做medal, 这个是干涉插手的意思啊, 干涉插手, 那么这次med, 大家看一下, 词根其实指的是medal, 在中间, 来了那么一杠子, 是不是, 插手干涉, 那它其实跟这个interfere用法是一样的, interfere in something, 就是插手某式, please don't matter in my fears, 不要插手我的两个事情, 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 是吧, 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插手你的事情, 你们早恋的什么的, please don't matter in my fears, 再是什么什么插手呢, 我们答复的小词是in, 看到了吗, 没错, 好了, 那么这单词呢, 老是加上some之后呢, 变成一个喜欢的就是medal, 你看在中间总喜欢插一杠子的人, 就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 那么这个some呢, 其实指的是充满的, 那么最前的小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trouble想法, 你看这个表现是充满麻烦的, 充满麻烦的, 那么这个some指的是充满什么什么的, 充满干预的就是爱管闲事的, 爱管闲事的, 好, 那么这单词老是现在把它变成ADT, 就这样一个动词, mediate, 在中间怎么样呢, 去调停斡旋, 对吧, 比如说你喜欢, 这个, 你喜欢周杰伦, 然后呢, 他喜欢蔡旭坤, 是不是, 我这时候得调节一下, 你看周杰伦, 亚洲天王出了那么多首歌, 嗯, 挺好的, 那人家蔡旭坤还会唱跳rap篮球呢, 也不错, 这个歌坛的冉冉新兴, 是不是调停一下, 让你们互相妥协一下, 是不是, 叫mediate, mediate, mediate between A and B, 在A跟B之间来回怎么样呢, 调停一下, 中间去做一个这种调解员的角色, 吴亦凡吃醋了, 大碗面不好吃吗, 是不是啊, 陆寒去哪儿了, 这么多, 哎呀, 你们的爱都太多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的这一单叫medieval, medieval, 它表示是中世纪的, 那么al呢, 是一个简形形成词尾, me指的就是middle, 而这个eve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eve它指的是h, 这样的一个年代, 在这年代的感觉, 所以说你看中间的这个年代, 就是我们的中世纪时期, medieval, medieval, 好, 那么它的拓展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有中世纪的, 就会还有这个evil结尾的一些其他单词, 比如说同世纪的coevil, 那么说co, com, com, 它都表示是一起, 对不对, 同一个时间带来的, 就当相当于我们说的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coevil, 好, 那再往下叫做primeval, primeval, 那么这单词, 哎, 你看怎么来的呢, evil还是年代, 对不对, 还是时代, 那么prime, 我们说表情是首要的, 对不对, 首要的, 所以说这个prime, 还有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打底, 我们就说吗, 就是我们叫庄间乳, 是不是打得最开始的, 这个画上最开始的, 得先画一个这个primer, 最开始之前的, 所以说primeval, 它指的是原始的, 原始的, primitive, 对, great, 指的是原始的, 好, 那么接下来, 下一单词叫做mediocre, mediocre, 那么这次后面这个, cre呢, 指的是create, 创造, 说这个人创造的怎么样呢, 他画画行吗, 哎, 就这么回事吧, 中不溜吧, medi, medal, medi, medal, 创造的, 就那么回事吧, 中间的水平, 中等的, mediocre, mediocre, 哦, 那个化妆课真太精彩了, 错过真的是太可惜了, 没有, 现在已经找着录播了, 真的是从素颜, 一直画到最后的终结, 每一部都是使用了, 这个我要讲化妆品的英文单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rummage, 这一单词呢, 表示的是翻查搜索的意思, 怎么去记呢, 这前面是不是像room, 房间的人气, 对吧, 在房间里面来回搜找, 想一想女同学, 是不是趁你男朋友不在家的时候, 赶紧在room当中, rummage, 翻查搜找, 看在藏没藏我们的四方钱, 有没有这样的, 对, 边讲边话, 有机会吧, 有机会要是那什么的话, 再看一场, 女朋友在吃男朋友不在家的时候, 在room里面rummage, 来回翻找搜查, 看看是不是背着我强搜, 这个四方钱了, 那么下面同一次有谁呢, Ransack, Ransack, 表现也是会彻底搜搜查的意思, 怎么就进了一个Ran跑来跑去, 那么怎么跑呢, Sack, 马带, 带着马带跑, 我们想想那八国人军侵华的时候, 真的是背着马带呀, 把能装的全都转走, 是吧, 彻底搜查, 不能留下一点有值钱的东西, 就那些什么, 那个钢啊, 就是大水钢外面是那种镀金的, 哪小刀都得挂的彻彻底底, 就一点都不能留给咱们中国人, Ransack, 带着马带, 来来回回的跑, 彻底的搜查, 好, 下一根子叫Frisk, Frisk, 比如说搜身, 那么这根子呢, 其实它跟这个Frisk是同源的, 就是怎么样了, 冷冻住, 站着不动, Stand, Frisk, OK, 怎么样了, 上上下下去搜身, Frisk, Frisk, 没错, Frisk, somebody down, 上上下下去搜身, 不许动, 好, 那么这点子大家可以通过这个Frisk学习, 那接下来呢, 下面给大家去补充一下同一词, 表示这个想多略夺的, 那么第一点词就是我们的这个LUT, LUT, 那么这点词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之前讲的100系列, 100系列的那个根哥之前给大家讲过吗, 就是长得上100的那个, 啊, 对对对对, 我们来复习一下, 对, 我们来复习, 没讲过, 讲过,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 这是不是100吨呢, 抢劫掠夺了100吨, 大家还可以想那个巴布联军侵华, 是不是啊, 抢劫掠夺了我们联名员100吨的文物, 好, 那么除了这个100吨以外,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100米, 对吧, 怎么100米呢, 织布机织了100米, 还有就是, 哎, 如果说雾霾天, 你隔了我100米的距离, 我真的是看不见你若隐若现的感觉, 两个意思, 名词之不击, 动词若隐若现, 那么在下面就是loop这单词, 表示圆环, 你看这单词是不是, OOP, 中间都是那种圈圈的形态, 特别像马西算钻的这个圆环, 所以说, 它表示的是loop, 圆环的意思, 那最后一个单词, 这单词可能跟各位没有大家讲过, 它表示的是aloof, 那么这单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中间是100, 前有A后有F, 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表格当中, A跟F怎么样呢, 是不是中间隔了好几个字吗, 中间隔了100米太远了, 表示的是冷淡的疏远的, aloof, 如果有不认识的话, 赶紧记在本门上, 哪个没记得, 或哪个忘了的, 赶紧梳理一下, A跟F中间隔了100米太远了, 冷淡的疏远的, 好, 那么这是第一单叫loop, 表示强势最多, 那第二单写的, Despoil, Despoil, 同样表示是洗势, 那么spoil这单词高老, 是什么意思, 定义在这里很明显, 它表示一个加强的用法, 就是加强让它变得, 哎, 损坏破坏, 对不对, 损坏破坏, 你看这地方, 本来已经够破旧的了, 但是你还要再洗势一番, 对吧, 破坏一番, 所以它也有洗势最多的意思, Despoil, 好, 那么下一单词, plunder, plunder, 大家可以怎么去记忆呢, 这里这个PL, 你可以讲是peel, 剥削, 剥削什么呢, ender, 底层人民, 是不是掠夺他们, 剥削底层人民, 抢夺掠夺, plunder, 那么再往下这单词, 叫做pillage, 那么后面这个下面village, 农村, 乡村, 对吧, 前面还是peel, 剥削农村, 还是抢夺掠夺, 剥削乡村地区, 还是抢劫掠夺, 跟上了吗, 对, 抢劫聪明, 大家可以这么直接讲, 本来我都够穷了, 还有抢劫我, 是吧, peel, village, pillage, 好, 那么这几单词没有问题, 咱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这几单词掌握得怎么样, 来, 首先第一单词, subscribe, subscribe, 对, 有点那种搜刮明指明膏的意思, 首先还有订阅号的意思, 对不对, subscription, 那么除了这个呢, 你看, 在下面就写, 在文件下面写, 就是签你的名字嘛, 它表示的是, 签署, 非常好, 那么除了签署呢, 还有捐赠, 对不对, 签署一个捐赠器官的协议, 对, 没错, 三个意思, 来说很重要的, 接下来签署, 捐赠, 订阅, 好, 第二点词, circumscribe, 画一个圈圈, 限制唐僧自由, 来, 这样去记, 画一个圈圈, 限制唐僧的自由, 没错, 它表示, limit, 限定限制, 好, 第三点词, lute, 怎么样100吨呢, 怎么样100吨, 非常好, 抢劫掠夺了100吨, 很好, 一次单词, rummage, 在room里面rummage, room里面rummage, 搜寻, 对吧, 表示的是搜寻的意思, 搜查的意思, 彻底翻找, 好, 第五点词, heal, 湖光山色, heal, 色彩色度, 非常好, 色彩色度, 好, 第六点词, alove, a和f中间隔离百米太远了, 形成词, alove, 冷淡的疏远的, 非常好, 冷淡的, 疏远的, indifferent, 好, 第七点词, meddle, please don't meddle in my fears, please don't meddle in my fears, meddle, 在中间, 中间插了一杠子, 指的是干涉干扰, 然后干涉干扰, 插手, 好, 一般词, attribute, 听发音, attribute, 听发音哈, 老师现在中间在低音节, 明前动后, 所以说他表达的是特中特性, 对吧, 老师读上attribute, 它是特中和性的一节, 那如果读上attribute呢, attribute, 没错, 这回才是加强给你, 对吧, 全都给你, 叫鲑鱼, 鲑鱼鱼, 好, 第九单词, prescribe, prescribe, 在前天写, 画一个大圆盘, no photos, no smoking, 那个处方叫做prescribe,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一条曲纹开, 这一单词呢, 表示的是禁止, 禁止的意思, 前面一个欧乌大小的大圆盘, 就是一个大圆盘, 然后告诉你no smoking, no photos, 表示禁止, 而我们的prescribe, 你看写在之前的, 你去抓药, 别人能随便抓给你吗, 不行吗, 你拿着这个医生的处方, 处方叫做prescription, 它的一个名字形式, prescribe, 写在之前, 那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开处方, 对, 规定的意思, regulate, 很好, 第十件是retribution, retribution, 重新给到你的, 苍天饶过谁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不是报仇啊, 不是报仇, 它是报应的意思, 报应, 我该报应, 叫retribution, 好, 特别好啊, 没有问题, 那么,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组, 再把这组来捧补一下, 这件事有点多, 首先第十件是loom, 什么100米, 非常好, 织布机, 织了100米, 第二件是medicine, 说喜欢插, 充满了这种, 喜欢插杠子的人, 就是多管闲事的, 没错, 多管闲事的, 第十件是freak, freeze, 这样别动, freak somebody down, freeze, 然后第二件是ransack, 没错, 表示的是搜身的意思, 搜身, 好, 第十件是tributory, tributory, 我们说tribute, 表示的是贡品的意思, 对吧, 那你想想, 那要是涉及到上贡的话, 那么tributory, 都有哪两个意思呢, 首先有附属国的意思, 对不对, 附属国给我的宗主国, 要去送这个tribute, 那除了之外呢, 就是我的支流, 要汇入到我的主流当中, 把fizz in, 所以说tributory, 还有这个支流的意思, 很好, 第五件是plunder, plunder, pill under, 剥削下层人民, 剥削下层人民, 抢劫掠夺, 非常好, 抢劫掠夺, 第六件是loop, oop, 对吧, 我说都是这个圆圈的形态, 所以说它是什么意思, 它指的就是圆环, 圆圈和loop,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无限循环小数, 叫做infinite loop, 那个无限循环, 那里面使用到的这个, 就使用到的圆圈这感词, 你看那个无限循环是不是这样的那个, 哎, 我写字呢, 我完了, 好久不学数学了, 这个都不会写了, 是吧, 这个无穷大这个符号, 我有点忘了, 应该这样写吧, 对, 无限循环叫infinite loop, 好, 第七件是inscribe, inscribe, 在里面去写, 在里面去写就是提写, 提写, 好, 第八件是pillage, pillage, pillage, 剥削村民, 哎, 没错, 它表辑也是掠夺抢劫的印象, 掠夺抢劫, 好, 第九件是medieval, 我们说evil, 它指的是你时代的, 对吧, 那么在中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中世纪的, 非常好形成器, 中世纪的, so we can see mediate, mediate, 动词, 在中间的一个动词, 你有你的喜欢的周杰伦, 我有我喜欢的大碗面, 吴亦凡, 是吧, 你有你的陆寒, 我有我的黄景余, 我在中间怎么样呢, mediate, 非常好, 调停, 调解调停, 好, 没有问题, 这段词价掌握得不错, 掌握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游戏了, 叫做我们的中英配,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那么首先来看, 第1个词, slump, slump, 很好, 暴跌, 没问题吧, sl是滑, 那么lump本身有种, 这个成块, 一团一块的意思, 你想想那种, 胖成团的熊本, 从楼顶上滑下来了, 说宝宝不活了, 这时候怎么样呢, 它暴跌下来了, 就slump, ok, 好, 第2个词, pricing, pricing, time is very pressing, time is very pressing, A, 表示的是紧迫, 你看是不是感觉, 时刻有人在压着你, 紧迫的, 好, 第3词, 走私, 走私怎么去说, 哎, 非常好, 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smuggle, smuggle, 对吧, 还能想到一些稍微再难一点的, 哎, boot leg, great, contraband, 很好啊, 3词, 我们的boot leg, contraband, 还有我们的smuggle, 好, 第4词, 威胁恐吓说一个就可别了, 威胁恐吓想到一个, 你马上可以想到的这个词, man is great, breal bait, bully, 好, 基本都收到了, coerase, 好, 没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单叫slump, 它表示暴跌, 这个图大家是不是也说, 哎, 宝宝不活了是吧, 你看, 这个胖成豚儿的熊本, 从楼顶上跳下去, 这时候怎么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暴跌的趋势, SL, 我说都跟滑动相关, 从上面滑下去了, 保持暴跌, 或者你可以把后面像是jam, 对吧, 跳下去了, 也是暴跌, 好了, 那么这单词同一词有谁呢, 第一单叫plummit, plummit, 那个plummit跟plunge呢, 它其实都来自于这一单叫签, plumbum, 有没有同学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老师非要指定你抛千球, 有这样同学吗, 我就是那个啊, 就是跑步跑步也不行, 跳玩儿跳玩儿也不行, 老师说你能干点啥呢, 就撇个千球啊, 撇个什么铁饼还行啊, 就是我就是运动会指定项目, 是不是啊, 那千球你看特别是特别的沉呢, 一扔出去怎么样呢, 是不是就暴跌, 对吗啊, 所以说plummit就有这样的意思, 暴跌, plunge跳入, 好, 那我们来造句子, 你看说his weight began to plunge, 它的这个体重是不是瞬间暴跌了, 瞬间暴跌了, 好, 那么下来的这个单词呢, 叫做sag, sag大家看, 是不是g, d, 稍微换一下, sag, 当你感觉你的皮肤已经松弛的时候, 你不是sag的呢, 同学们, 哎呀, 老了老了, 是不是, 当你发现你的这个股票已经抽水了, 经济萧小的时候, 你不sag的吗, 你的成绩下降了, 你不sag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通过sag这单词, 大家来去记一下sag, sag下降了, 萧小松弛, 我这个人整个呢, 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是不是, 我就整个sag了, 好, 对, 特sag的, 好, 那么下一单词呢, 叫做no stop, no stop, 表示是几句下降, 你看懂什么, 这是个跳水动作, 鼻子向下去潜水, 鼻子向下去潜水, 是不是, 跳跃之后呢, 就急剧下降, 瞬间跌入水中, 对, 我们来造句子说, all your prices take a no stop in the crisis, 油价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怎么样呢, 急剧下滑了, 它这个名词表示是急剧下滑, 那么搭配的动词呢, 是take a no stop, take a no stop, 好, 再说一遍, 熊本往下跳, 是不是, sag表示暴跌, 那么这个两个单词,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签块去记, 它们从签块来的, tomate launch, 同一词, 那么sag, sag, sag, 这个下降了, 消消松水就会伤心, no stop, 鼻子向下去潜水, 继续下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单词pricing, 这单词呢, 它的词根是price, 但如果以后就是, 你去国外一些店的时候, 一些就是地点的, 就是那种门啊, 它不是像咱们那种pull, 或者push, 它更多门是那种自动的门, 就上面会有一个那种小的按钮, 上面写是press, 你一压, 这门自动就弹开了, 那种自动门, ok, 它叫press, 那么现在老师把压加上ing, 变成一个喜欢字之后呢, 就是它表示, 当时间压着你的时候, 当你觉得deadline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的紧张紧迫, 对不对, 平时让你写一个5000字的小作文, 你也能写一年都写不完, 但是, 我告诉你明天要交这个开机报告了, 那5000字, 瞬间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deadline is productivity, 我们说这种坚持日期呢, 就是最好的生产力, 还有压迫的感觉, 老师拿小笔笔在后面抽你的, 时间怎么样压着你, 紧压着你的, 叫pricing, 好, 那我们来看哈, 什么叫做pricing need, 就是这种非常紧迫的需求, 我们说这个办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要把这个紧迫的需求提到, 比较高的这种priority去做, 那么再往下, pricing problems, 紧迫的问题, 都需要你接手, 接手, 接手去解决的东西, 好, 那么现在老师要把这个press, 加上不同的前缀, 构成不同的意思, 首先第一点是report, repress, repress, 那么这单词呢, 告诉老师, 这个re是怎么压呀, 或者是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协议联想的方式, 反复去压, 可以直反复去压哈, 往回去压, 行, 不管你怎么也都行啊, 但是它表示的是压抑镇压的意思, 多指的是这种情感上的, emotion上的, 大家能理解吗, 指的是你这种压抑一下内心这种, 这种非常丰沛的情感, 控制下你积极, 能不能理解吗, 以后gre这个单词说, 如果你想通过一些好玩的联想行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把它联想成阿姨, 阿姨, 你要控制你积极, 那你想啊, 控制你的情感, 它的同学文字就是我们的control, repress, control, 那你看, 比如说压抑一个笑容, 就特别想笑, 我们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尤其在一些非常严肃的场合, 越严肃越想笑, 这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 掐在你一大腿, 叫做repress a smile, repress a smile, 那压抑一下你的情感, 是不是repress your emotion, repress your emotion, 还有就是, 当你有些邪恶的念头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叫做repress your thoughts, repress your thoughts, 所以说你看, 这个单词它搭配的都一般跟情感类相关的, 是吧, 好, 所以说你看这几单词相似的, 但是它用法上其实也有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下一单词叫surprise, surprise, 那么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你看是不是向下去啊, 这里的SUP很明显, 它就是SUP的变形, 为什么变呢, 变于发音, 向下去啊, 它指的也是可以镇压你情感, 叫做surprise my emotion, 它可以指, 就比如说抑制什么什么成长, surprise growing of the plant, 抑制我这种植物的生长, 或者是表示武力去镇压, 比如说reprise as a price rebelling, reprise workers' drag, 镇压了一个叛乱, 镇压了工人起义罢工, 都可以用到这个人子, 向下去压, 政府使用武力去镇压, 好, 这个没有问题哈,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下一个压是怎么样呢, a price, a price, 大家可以通过前面这个O, 字母O去记, 你看O, 说O就是O, O压溢死我了, 对不对, 它指的是那种心情上的压迫, 心情上的这种烦恼, 你看我们造句子, the gloomy ambience in the dormitory oppressed her, 宿舍这种非常阴郁的氛围, 怎么样呢, 让他觉得心情非常的烦恼, 压得他喘过气, 那据说哈,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一个女生宿舍哈, 说有多少个人, 就会有多少个群, 男同学呢, 也是互相按理理按锁锁的, 想做对方的爸爸, 是这样的吗, 哦压溢死我了, 叫做a price, 指的是心情上, 那种烦闷的心情, 压抑的心情, 好, 这堂课下课之后, 可能大家又多了几个儿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deprise, 那么这单词你看, 还是往下去压,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指使用心情非常的大, 你看这里的第一呢, 指的是向下, 向下去压心情很大, 那么这是沮丧, 那如果说老师现在去压经济, 你看我们来经济是一个上升的局势, 对吧, 你非要压, 我压, 我把我压回来了, 是不是就萧条了, 下滑了吧, 对不对, 我们来说句子说, The rainy days always deprass me, 雨天呢, 总是让我心情非常的沮丧, 对吧, 那么形成词depressing, 令人感到沮丧的, 自己感到沮丧呢, depressed, I am depressed, I am upset, I am upset, 好, 那这个名词非常的重要, depression, 那我们在经济的表达术语当中, 会有照页一个固定表达, 叫做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什么意思呢, 没错, 它指约是美国1929年到1931年中间的这个经济大萧条, 17号的这个固定表达叫做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好, 没有问题, Let's move on,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就是我们说走私贩卖这单词, 叫做Bootleg, Bootleg, 那么这单词呢, 更可以给大家讲过吧, 是不是你看Boot指的是那个靴子, leg指的是那个腿, 是吧, 在靴子跟腿中间会夹这种非常扁的小酒壶, 大家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小酒壶为什么这个形状了吗, 因为它便于运输, 便于夹在你的这个Boot里边, 哎, 没错哈, 那么大家看这些老人家讲那个美国禁酒令的事吗, prehibition, 美国禁酒令, 那一阵女权运动兴起, 然后大家就开始反对这个家庭暴力, 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呢, 很多女人认为就是因为男子丈夫去酒导致的, 所以说那时候呢, 美国对于酒精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 我说了自己如果在家偷偷这个聚会喝酒的话都是犯法的, 需要去蹲监狱的是吧, 那美马21岁买酒的话也是犯法的, 那你看美国经济用时期往鞋子里面C9啊, 藏酒就是走私贩卖,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The Great Gatsby, 伟大Gatsby里面的主名Gatsby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时机啊, 去走私酒然后发家的, 还有就是在Piall Gone with the Wing这本书当中啊, 那个瑞特男主公,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有钱呢, 他其实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走私贩啊, 也是在这个美国跟, 那个地方海地嘛, 我点记不太清了, 不是海地, 是什么地方来着, 完全记不清了, 就小的时候看得熟了, 他在那个地方之间贩卖这个酒, 走私酒, 对古巴之间, 古巴一个什么地方, 我点记不太清了, 然后呢, 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是吧, 嗯, 那个时期还是挺多这种枭雄的, 那我们来看Boot like book, 什么意思? Boot like book, 那也没错, 他就是我们说走私盗版的书啊, 走私盗版的书, 那么Boot like movie也是这种盗版的公平, 盗版的丁, 嗯, 好, 同一词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的smuggle, 就是说, 刚刚大家都打到了, 这应该属于大家的高中词会的smuggle, 大家看, 前面是不是smoke, 后面是不是drug, 走私烟啊, 走私药啊, 这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 走私贩运, 走私投运smuggle, 好, 下方下, contraband, 那么说, 照contra这个前线, 这表示是反对, 对吧, again是反, 那band的指, 大概通过这个BIND, 携带, 去记, 反对你绑到身上, 反对你携带去上飞机的, 就是走私品, 禁运品, 走私品, 禁运品, OK, 你看, contrabandgoose,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固定表达, contrabandgoose, 走私品, 禁运品, 反对绑到身上, 带到飞机上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啊, 这单词叫做manus, manus, 它表示的是威胁跟恐吓的意思, 威胁跟恐吓, 大家看一下啊, 这单词来自于man, 男人, 你看, 男人汇着犬头怎么样呢,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的是不是, 他说了, he spoke with manus in his voice, 他说话的时候, 都带有这种非常威胁恐吓的声音, 表示是威胁恐吓, 还有这个, 陆西同学打的这个don't, 对吧, 这单词怎么去记呢, 大家看一下, 后面是不是on Google, 打姑姑, 你打姑姑, 是不是就是对姑姑的威胁跟恐吓, 对吧, 大家可以把这单词记在旁边, 来自男人的威胁恐吓, 打姑姑, 对姑姑心里都到上阴影啊, 威胁恐吓你的姑姑, 好, 那么同一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词叫cow, 第二点是bully, 反正不管是公牛还是奶牛吧, 是不是, 只要是牛, 它就有这种一定的危险性, 你要是挤奶牛, 没人啊挤好, 是不是, 人一脚踹, 你也够呛,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cow也有威胁恐吓的意思, 当然了, 咱们使用更多的应该是bully这单词, 大家想想笑爸也怎么说, 最近咱们是不是上了一个很火的电影, 叫做, 周冬云演的那个, 过去的我们吧, 少年的你啊, 这里人瞎起名, 忘了叫啥了, 反正也是个青春片啊, 没错啊, 叫做少年的你, 里面讲的是不是, 老师不是跟不上时代, 老师看的是手印好吗, 对, 所以说这里面他讲的就是, 校园暴力事件, 叫做scobulling, scobulling, 好, 那么, 你看哈, 这单校爸就可以叫scobulling, scobulling它就可以作为名词, scobulling, 好, 那么下一单叫coerth, coerth, 应该可以通过联系联想, 靠饿死, 对吧, 这就是对这个吃货来说, 同学们, 你想想, 这就是巨大的威胁跟恐吓, 说靠饿死, coerth, 对于吃货来说, 就是巨大的恐吓, 有个威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说, authority is directional, instead of coercive, 这件事东西, 它的形容其实是, 更为常用的, 说, 我们的这种权威, 它不应该是, 这种威胁恐吓的性质, 它应该是带有指导性, 建议性的这样一个, 我们的这种权威, 这个权威, 它不应该是威胁恐吓的, 而是应该指导的, 所以说这里使用的是, coerth, 这个东西, 相对于那个形容自行事, coerth, 那形容自行事, 考察的这个频率更高一些, 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 那么最后一段时间, browbeat, browbeat, 那么这段时间来看一下, 是不是眉毛打架, 看一下啊, 大笔小新的眉毛, 信不信我这个拳头, 你看眉毛打架, 威胁你恐吓你的, 对吗, browbeat, 吃活的瞪眼, 你可以让你理解啊, 眉毛打架, 信不信我这个拳头, 威胁你恐吓你, 好, 跟上了吗, 这个跟上了之后呢, 咱们啊, 来测试一下, 来测试一下这个, 我根本我就没去纽约呀, 你知道吗, 之前有个女同学啊, 然后呢, 在那个微博的留言说, 老婆快回来上课吧, 然后她以为我去了纽约, 压根我就没去, 好, 那么来测试一下这几个单级, 首先第一个叫做, a price, a price, oh, 压抑死我了, oh, 压抑死我了, 哎, 没错, 她表示的是, 不是紧迫道, 紧迫叫pricing, time is very pricing, 那是urgent, 这指的是, 心情的郁闷, 压抑, 对不对, 心情的压抑跟郁闷, 好, 第二个叫sag, 如果说我要是sag之后, 我就会sag, 什么情况要sag呢, 比如说你成绩下降了, 对不对, 你已经不松弛了, 经济也不行了, 股票也都跌没了, 你就会这样的sag, 下降, 暴跌, 松弛, sag, sag, 好, 第三个叫sag, contraband, 反对你带上飞机的, 反对你携带上飞机的, 就是我们的走私品, 经营品, 走私品, 经营品, 好, 第四单词, surprise, 向下取压, surprise of emotions, surprise of rebelling, surprise of workers wreck, 所以说你要是不知道这单怎么去用呢, 请你去背一下它的短语, 因为短语就可以构成一个最小的语境, 它就可以告诉你这单词应该跟谁去组合, 它怎么去用你就知道了, 没错, 比如说镇压, 可以只用武力去镇压, 对吗, 政府正当的使用武力去镇压, 叫做surprise, 好, 第五单词, nose dive, 用鼻子去潜水, 用鼻子去潜水, 大家想想挑水的一个动作, 它只能是暴跌, 暴跌, nose dive, 好, 第六单词, manus, 来自男人的, manus, 来自男人的, 威胁跟恐吓, 非常好, 威胁恐吓, 第七单词, bootlag, 说藏在我靴子跟大腿中间的, 就是走私, 走私, 然后, 第八单词, slump, sl加jump, 暴跌, 非常好, 大家想想, 宝宝不回来熊门的, 一团一块, 崩掉下来了, 暴跌, 好, 第九单词, pricing, 同一条词, urgent, urgent, pricing, 这叫表示紧迫的, 你看这感觉有人在推你的, 时间在紧压呀, 对, 紧迫的, 最后一单词, bully, scoop bully, cow bully, 不管啥牛吧, 它都是一种威胁跟恐吓, 非常好, great, 好, 最后一组单词, 叫第一单词, subscribe, subscribe, 在下方写, 嗯, 订阅, 签署, 捐赠, 订阅, 圈署, 签署, 捐赠, 好, 第二单词, circumscribe, circumscribe, 画一个圈圈, 写一个圈圈, 限定你的自由, 非常好, limit, 第二单词, lute, 100吨, 100吨, 怎么样100吨呢, 抢劫掠夺100吨, 对不对, 抢劫掠夺100吨, 好, 第三单词, rum rummage, rum rummage, 在路里面去怎么样呢, 扫寻, 没错, 搜寻, 翻找, 这个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rummage, 第五单词, heal, 湖光深色, 色彩色度, agrate, 第六单词, abduct, 往旁边去引, 往旁边去引导你, 绑结抢架, 是不是, 说法, 抢劫绑架, 抢劫绑架, 第七单词, seduce, seduce, 色色色, 对吧, 用色情去引导你, 每人记, 指的是色诱, 好, 第八单词, duplicate, double fold, double fold, a复制指的是结果一样一模一样的复制, 第九单词, relentless, relentless, 再也不见钱了, 哼, 再也不见钱了, 过去无情, 对不对, 无情的, 然后第十单词, delude, 给你玩坏的, 不玩好, 玩坏的, 它表示的是欺骗, 欺诈, 欺骗, 虎骗的意思, 好, 这就是这节课重点的一些单词, 然后呢, 接下来给点时间呢, 因为上课老是给大家沉默过, 那不知道哪个人会问的, 说问到chinglish上面, 然后我就说给大家总结一些, 特别好玩的这种中式英语的说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在生活当中, 你可能会出处可见的一些, 英文标识语当中, 一些有意思的中式说法, 这样的一个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小心电话, 可能会在一些酒店呢, 一些餐馆呢, 看到它提上的标识, 尤其是刚拖完地的时候, 是吧,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说法, 它写的是sleep and fold down carefully, sleep and fold down carefully, 没有录播了, 我们看哈, 就是请你怎么样滑倒呢, 请你慢慢地, 小心地向下滑, 这就是它的翻译, 搞笑吗, 这都是machine translation, 机器翻译出来的, 那人性化没有, 是吧, 一点这种感情色彩都没有, 肯定是错的, 那么怎么去说才是对的呢, 同学们啊, 那我要不是不能小心地, 慢慢地出就下去滑倒的话, 那怎么去说才是一个地道的说法呢, 好, 没错哈, 两种说法, 一个是这个地方是容易滑倒的, sleep ory, 或者说, 你看, 湿滑的地面, 对不对, 叫caution, wet floor, caution, wet floor, 小心地滑, 你看是不是很形象, 这东西呢, 你不能说直面, 一个字给自己的翻译出来, 你必须要学习个意义, 湿滑的地面就是请你注意的, 小心滑倒, 对, 像caution这个词, 就是很多在标识语当中, 你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高频的这样一个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你看还是很搞笑, 叫做, 景区关险, 不是, 说法了, 险区关景, 注意安全, be aware of missing food, 请你注意你正在丢失的那双脚, 失足声语吗, 是不是, be aware of missing food, 注意那双即将丢失了的脚, 消失了的脚, 挺恐怖的是吗, 很惊悚片, 对, 那么应该怎么去说呢, 给大家标这个, 试一下正确的说法, 你看还是, 是不是注意, 此处危险, 注意脚下的意思吧, 叫做, caution watch your step, caution watch your step, 注意脚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 叫做, 此处危险, be dangerous, 请你危险起来, 请你危险起来, 同学们, 现在大家请大家危险起来, 危险起来, be dangerous, 是不是就可以说, caution, 就完事了, 就注意, 是不是这地方非常的危险, caution, 对, 请你变得危险起来, be dangerous, 你告诉我怎么能变得危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 特别搞笑, 在一些公册的, 让人看到, 本公册为, 免充式, 请您变后离开即可, 你看他说的哈, this wc is free of watching, 这个 wc啊, 它是免洗的, please leave after pissing or shooting, 因为你好意思写说, 我都不好意思读出来, 是不是, 请你离开的时候, 什么时候离开呢, pissing or shooting, 大家都认识吧, 我就不解释了哈, 真的, 就太不文雅, 你老外都看不下去眼, 对不对, 那么应该怎么去说呢, 应该怎么去说呢, 它都不是大白话的问题, 就不能这么去说, 你看, 首先wc, 它就不是一个, 这个在英美国家常用的说法, 如果是那种室外厕所, 我会用这个toilet这种类型, toilet, 说the toilet can automatically flush, 你看这件事老师不讲过, 这件事有两个意思, 一个表示是冲刷意思, 一个表示脸红的意思, 你想一想, 假设你第一次去你男朋友家, 然后上市友间, 你发现, 如果你年纪什么之后, 不能flush的时候, 你的脸就瞬间也就flush了, 所以两个意思, 一个是冲刷, 一个是脸红的意思, 这个呢, 它是自动冲刷的, automatically flush, 怎么样呢, just believe when you finish, 你完事儿, 离开就可以了, 你完事儿, 离开就可以了, 是不是, 自动冲刷, 离开, 上完离开便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还有这种, 比如东方航空的, 你看这都是很大的, 航空公司的, 这种英文标识, 它都是错的, 请在一米线外等候, 请在一米线, 你看, please wait outside, rise flower noodle, 米线, 在一米线以外等候, 那螺蛳粉怎么说呢, 是不是, 对, 没有问题啊, 就是可以说, wait outside here, wait outside, 就在外面等一下, 就可以了, 好, wait outside the line,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wait outside the line, 比如说你看在这个飞机机场, 它会有一条黄线, 排队等候的时候, 你就不能抄一条黄线, 一人一次, 对吧, 一人一位,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最搞笑的一个说法了, 就是, 成人用品商店, 你看这个翻译非常的深, 叫做become person thing, 成为人的商店, 成为人的用品, 成人用品, become person thing, 你看, 陆其同学翻译的非常的露骨, 叫sexual goose, 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翻译的露骨太露骨了, vager things, 让你充满活力的东西, 什么叫vager啊, vager, 神仙不配用, 对, 神仙不能用, 只能人能用, 对啊, 外部小野觉得, 哦, 太搞笑了, 还跟咱们中国这种标识还合得有, 就回拿到人家国家大做宣传, 你看啊, 中国人就这么说有语的是吧, 太丢人了, 那么, 还有一种说法, 我觉得非常的传神, 这个翻译成, 我真的觉得, 它翻译到了这个本质精髓, 说, oh yeah, oh no, oh my god, 那这个翻译还不错, 最起码我觉得, 它翻译出了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精髓, 它不是说那种表面的机器翻译, 同意吗, 好, 那么, 现在呢, 这都是说了一些比较搞笑的说法, 我想告诉大家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 成人用品上应该咋说呢, 他就是成人的上帝, 叫做ad a show, 叫做ad a show, 没事, 你看, 是不是说的非常文雅呢, 你一说我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是吧, 这都是老外给咱们总结出的, 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一些非常搞笑的这种翻译, 我就拿上来, 我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还做过一个这种, 让人剔笑皆非的中国翻译, 中式翻译, 好, 到此为止呢, 这个给大家看的翻译就完事了, 这就给大家今天补充了一个好玩的吧, 这样一个中英文化的插逆, 然后呢, 喜欢出来打卡棋, 大家看一下今天对哪个单棋印象比较深刻, 哎, 昆爱是什么鬼, 承认用品那不行, 那不行, 这种词不能带到我的微博去打卡, 我挑一个吧, 行不行, 你挑哪个呢, 我想想, 米线吧, 那我们就用这个, 嗯, Noodle, 怎么大家记得都是我讲的词呢, 想想根哥讲的, 嗯, 那咱们就用, 敲个运译好一点, 运译好一点的词, 那就行吧, 这词简单是吧, 带这打卡吧, 你要实在想用那个, 算了还是别用那个爱到少了, 要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看我的微博, 以为我是懂不正经的老实的是吧, 用这词打卡吧, 听, 一句话也可以啊, 就是我给大家, 我上专四了, 那个英语专科生, 他们特别喜欢, 就不用单纸打卡, 他们喜欢用句子打卡, 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句子感觉更上档次, 是吧, 句子, 英文的句子打卡更上档次, 你可以自己造, 你可以去挑一个, 今天老师上课讲的一个例句都可以, 水天一色的那个可以, 可以, 尝一下那个句子, 啊, 找不着了, 就这样吧, 对, 写下了哈, The water and sky are of one hill, 对, 好了, 那咱们先上课就先上到这儿了, 然后呢, 下一节课应该是两天之后吧, 那两天之后咱们不见不散咯, 记得去打卡, 打卡人员越来越少了, 我再怀疑你们对我有意见, 好了, 那么咱们就下课见了, 拜拜同学们, See you, 最后那张图, 好,